在布料织品上怎么印刷 您不可不知的五种常见印刷方式 近期国内疫情加剧 适逢学生毕业季 许多学校停止举办毕业典礼 无法参与毕业仪式 让许多学生感到惋惜 于是许多学生发挥创意 将学生时期的点点滴滴制作成纪念品 很多学生选择设计纪念T-shirt 纪念毛巾 纪念抱枕或是纪念帆布袋 让这些共同的回忆化为实体纪念品 保存这段美好的记忆 市场上许多克制化品牌 也积极推动毕业力赠品的制作 一生将在本篇文章中 告诉您印制克制化布料 需要哪些设备 让您轻松当老板 印制布料织品有哪些印刷技术 1.网板印刷 网板印刷为目前相对较传统的印刷方式 可大量印刷 且印制的尺寸形状也不受限 不过图案需要质板 且一个网板只能使用一个颜色 较适合印制量大 印制颜色较少的印刷需求 且因每个颜色的图形都要另外质板 成本较高且会产生许多废弃网板 不利于小型工作室使用 2.热转印 热转印是借由高温 高压将转印纸上的图案 直接转印到布料上 只需要透过连续供墨印表机 冷表机 鸽子机 热转印机 以及专用转印纸 就能将所需的图案 直接压印在布料上 透过热转印技术印刷的布料 拥有高色牢度 颜色鲜艳的特性 图案不易喜欢 非常推荐使用热转印技术 来印制克制化布料商品 3.热升华 热升华技术是布料制品中 非常广用的印刷技术 通常应用在含锯纸纤维的布料材质 透过高温高压将转印纸上的 墨水升华成气态 在渗入布料纤维中 转换回固态的印刷方式 使用热升华技术 需要使用热升华专用印表机 热转印机 将图片输出印制到升华转印纸上 再将转印纸与成印物放入热转印设备 透过高温高压即可将墨水转印到成印物上 步骤简易且色彩鲜艳不失真 4.DTF 数位直喷胶膠膜 DTF是指数位直喷转印膠膜 使用带有离型的转印纸 利用热绒胶粉粘附在墨水上的特性 自动将热绒胶粉定位 打造免切割 免条字的印刷方式 透过热转印机即可将转印纸上的图形转印制衣服上 即使是DTG较难处理的深色布料印刷 DTF都能轻松克服 且DTF印刷技术的印刷成果被誉为 拥有数位相片的细致效果 可在衣服、帆布包、帆布鞋、帽子、口罩等布料做印制 应用范围非常广 DTF印刷需要准备的设备 有DTF印表机、烤箱、热转印机以及热绒胶粉 将图案印制在离型转印纸上 用热绒胶粉均匀沾附墨水 再送入烤箱空烤袋粉末变成结晶状 再透过热转印设备将图片热压在成印物上 即完成布料的印制 5.纺织直喷 DTG是指成衣直接裂印 又称为纺织直喷 将墨水直接喷印在成印物上 拥有免开板、免挑子且色彩鲜艳的特色 亦不需要透过胶膜加热即可直接印制 DTG的问世成功让克制文创产业蓬勃发展 达成少量印制、低成本、高效率的印刷优势 透过织品印刷设备可印制多种布料商品 提供客户多种选择 以下一生将向您介绍常见的5种克制化布料理赠品 1.T-Shirt T-Shirt常见于班级 机构团体服定制 被认为是最有识别度的商品 客制化团体服的需求量大 可透过DTF 热转印 纺织直喷 热升滑 热转印等多元方式印刷 2.帆布袋 简约便利的帆布袋是许多人上班上课必备的小物 市面上也有许多畅销的文青风格帆布袋 如果帆布袋可印制上客人自己绘制的插图 与家人毛孩的相片 想必更加有特色 帆布袋体积小 印制简单 可透过DTF 热转印 纺织直喷 热升滑 热转印 网版方式印刷 3.抱枕 软绵绵的抱枕让许多人爱不释手 精致华丽的图案还可让抱枕成为点缀居家空间的摆饰品 抱枕套分成多种材质 皆可透过以上印刷方式进行印制 不影响抱枕套手感 常见方式为热升滑印刷 将转印纸上的墨水升滑至抱枕上 色彩鲜艳图案细致 4.毛巾 许多音乐剂 路跑活动会发行专属运动毛巾 除了设计感外也非常实用 毛巾可透过热转印设备印刷 常见以热升滑方式处理 要注意的是运动毛巾应长度较长 可搭配卷对卷 纹筒热转印机进行印刷 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本篇文章带您了解现今常用的织品布料印刷技术 客制化产业在疫情期间一样可为客户生产高质感 有价值的个性商品织品布料印刷推荐一生 专业提供多款印刷设备 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